约书雅记 第二章 于是嫩的儿子约书雅 从石亭秘密地拆派两个探子 对他们说 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 二人去了 来到一个名叫拉荷的妓女家中 就在那里住宿 有人向耶利哥王报告 今夜从以色列人那里 有人进来 要窥探这地 耶利哥王派人到拉荷那里说 把那些来到你这里 进了你家中的人带出来 因为他们来 是要窥探全地的 但那女人 已把那两个人藏起来 还这样回答王 不错 那些人到过我这里来 但是我不知道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天黑城门快要关的时候 那些人出去了 我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 你们快去追赶 必可以追上他们 其实 他领他们上了屋顶 把他们藏在堆放在屋顶的麻街里面 那些人就沿着往约旦河的路上 追赶他们 直到渡口 追赶的人一出城 城门就关上了 两个探子还没有躺下睡觉 那女人就上屋顶 到他们那里去 对他们二人说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 你们使我们十分害怕 这地所有的居民都在你们面前胆战心惊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在你们面前干了 以及你们怎样对待约旦河东 亚摩利人的两个王西红和恶 把他们完全消灭 我们听见了 就都心里惊怕 没有一人再有勇气在你们面前站立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天上也是地上的神 现在 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启示 我既然恩待了你们 你们也要恩待我的父家 并且 给我一个确实的凭据 放过我的父母 兄弟姐妹和他们所有的一切 救我们的命不致死亡 两个探子就对他说 如果你不泄露我们这次行动 我们愿以性命做你们的保证 耶和华把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必定以慈爱和诚实待你们 于是 那女人用绳子把二人从窗户坠下去 因为她的房屋是在城墙上 她就住在城墙上 她对他们二人说 你们要到山上去 免得追赶的人遇上你们 你们要在那里躲藏三天 等追赶的人回城 然后你们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他们二人对她说 如果你不遵照我们的画形 你叫我们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关了 你要留意 我们再到这地方的时候 你要把这条珠红色线 系在你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 你也要把你的父母 兄弟和你父的全家 都聚集在你的屋里 任何人走出你家门 到外面去的 他的血就必归到他自己的头上 与我们无关 任何人同你在屋里的 如果有人下手加害他 他的血就归到我们头上 如果你泄露了我们这次的行动 那么你叫我们起的事 就与我们无关了 那女人回答 照你们的话就这样吧 于是打发他们二人走了 他们走了以后 他就把珠红色线系在窗户上 二人离去上到山上 在那里住了三天 等追赶的人回城去了 追赶的人一路搜寻他们 却找不着 二人于是下山回去 过了约旦河 回到难的儿子约书亚那里 把他们遭遇的一切事 向他报告 他们又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真的把那地全交在我们手里了 那地所有的居民都在我们面前胆战心惊 接下来我们下山